看到台北市一名16岁的冯姓女子 在去年的11月10号 接种第一剂的BNT疫苗 之后疑似因为不良反应 在12月30号的时候不幸的过世 但是家属控诉说 女子死亡到现在已经110天了 不仅无法查明死因 领不到死亡证明 也无法安葬 让妈妈是累撒记者会的现场 表示说女儿的遗体脸部 已经动到不成人形 而北市卫生局坦元 的确是有疏失 已经进行了内部检讨 还有改善 讲到女儿打疫苗后死亡 逢妈妈无助的神雷俱下 跳出来控诉 因为16岁的女儿 在去年11月10号 接种第一剂BNT疫苗 产生不良反应 这一月底搜一急救 仍在一个月后死亡 但检方已死亡原因不明 扣留遗体不火化 也不给探视 因为冰尘太久 这个孩子已经面目全非了 我询问了各个单位 卫生局 地检署 疾管署 完全问不到任何的答案 另外接连的公布门疏失 更是让家属疲于奔命 从去年冯姓女子住院后 家属就向卫生局 申请疫苗受害救济 直到今年2月 都没有收到后续处理 4月才发函声测会 但都已经过了4个月 而且在2月收到护证通知 因为没有死亡证明 只能出户 也由于迟迟没有进行司法相宴 3月家属聚状检方 后续才动了起来 但已经过了110天 打了公布门超过百通的电话 写了多少封信件 我要为我女儿送上最后的一页 能够找到真相 4485案件 只有401件 已经完成审议 完成审议的比率 连议程都不到 而北市卫生局解释 因为年底疫情忙碌 及人员异动 没有及时处理 已经进行内部检讨 也会改善流程 只不过一条人命 被这样看待家属怎么能接受 记者附上黄澄波台北上报道